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 我是Boss Chow 今天我們開GT7來考這個國際B級牌 首先來到IB1的考牌 在大樓樹那裡 前面這隻大油彎 就在右邊這個角落放進去 用車頭紙進去 然後拖三波 慢慢用你的油門 保持著油門去出彎 軚盤盡量不要太大的幅度 因為這輛車本身很容易脫尾 所以我們要用油門 來控制車的動態 盡量讓它咬著地面 完成整個彎 好 現在來到IB2的地通拿 我們駕駛的是F430 我們首先留意右邊321的牌 2和1中間收油門 先轉這隻左彎 之後兩隻右彎都要貼實彎心 然後全程盡油 直到終點就可以了 好 今次我們來到IB3的富士國際賽車場 我們現在駕駛的是RCF 我們首先在右邊100米牌 開收三波 盡量攬住雪糕桶 然後出彎 盡量把塘軚扭直 才好全速給油 這裡就盡量用油門來控制 在這兩隻前後都攬住 盡量攬住彎心 去到這裡50米牌收 拖回二波 出彎的時候 這次也是 駕駛扭直的時候 才全速開油門 不然駕駛就很容易了 今場的竅門 都是軚盆 盡量不要太大的角度 來攻擊這關 好 我們來到IB4的東京高速公路 我們現在駕駛的是GTLX34 首先我們在這兩隻的長左和長右彎 盡量攬住 這裡盡量攬住左邊 來入這隻油尾彎 如果你在出彎 盡量收少許油 將車攬到右邊 來入這隻S彎 S彎在75米牌收油 然後就貼著彎心和油 之後就全速開油 衝過終點就可以了 好 我們現在來到IB5的薩丁島 我們現在駕駛的是EVO五代 首先這裡在第二個跳起位 一落的時候 我們全程盡量進入這隻長右彎 一路盡量去到前面 右邊 在這隻GTL牌 收駕駛 拖四波 再下多個三波 然後這裡 要拿下駕駛 來重心轉移 踏車去右彎 這裡也是 又是拿下駕駛 踏車來左彎 然後彎心起油 直到終點就可以了 好 我們來到IB6的Red Bull 這次是駕駛E30的M3 是下雨天賽道 這關我會建議大家 用TCS1 扭一格防滑會好些 在這隻左彎之前 我們大概差不多50米牌 就收車 然後下二波 出彎的時候 就盡量 等到車 和駕駛直回 出彎的時候 才好給實在油 第二隻彎 就去到 紅白駁出口 那裡圍作 一個Blake Point的記認 然後過了第二隻的左彎 還有一個小提示給大家 就是 盡量在彎心的時候 就給油 讓車頭 指向彎心 因為 如果你不給油 純粹放油 過彎 車是反而會推頭 會 篩回彎外面 所以我就建議大家 就可能 給油 入到彎心 好 我們來到IB7 的扭布林 北側賽道 我們現在是 拿著 TICAN Turbo S 第一隻彎 首先在右邊 用第二隻旗 作這個Blake Point的記號 盡量扭入 鑊形 彎心 第二隻彎 就用 一棵凸出來 那棵大樹 過了棵大樹 就做一個Blake Point 出彎 盡量向外炮 因為外之後 都是有一隻 長有彎 和著油 盡量三分二油 門左油 去到出彎 就等車直到油 盡量到終點 好 來到IB8 龍之徑的 庭園賽道 我們現在開著 C63 首先這裡想停一停 和大家說 第一隻彎 這裡是有 一二三四四年 有彎 在第一隻 我們用什麼來做Blake Point 為什麼要停一停呢 就是因為這裡的Blake Point 大家會看到 左邊 這裡有一塊 零尺尺尺有一塊 沒有了草的泥地 我們用這個泥地 來作一個Blake Point 之後就 收油 四波 去三波 拖三波 然後 這兩隻的彎針 盡量 就貼住 其實這一關 很考慮右腳的油門控制 因為 如果你不開TCS的話 你一給大油 這輛車就會很脫 會控制不到 我們就要 連隻右腳 盡量好定 和住油門 來過這幾隻 連續右彎 去到 出了第二隻的 右彎 我們盡量 靠去左邊 來出最後這隻 右彎 又是去到 出彎的時候 先給盡油 然後就 那種點 好 填 好 對 拜拜 拜拜 好了,我們來到IB10,也是最後一關 我們這一套的GT-LX32 進到隧道,作這個Breakpoint記型 試一下彎心,然後進油出彎 然後第二隻彎,我們用這個CAMMAN 對啦,左手邊站在這個石上的CAMMAN 做這個Breakpoint記型 然後三波,落二波 對啦,這裡盡有出彎 然後這裡微左彎出口 輕輕一腳Break,將車頭總心轉移向右 然後盡有出彎,盡量靠貼右邊入隧道 可以落了少許Break,三分一腳左右 然後盡量把重心轉移到左邊 來入隧道的左彎 然後盡有一個終點 就完結 好了,今天的影片來到這裡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考考這個 國際B級的牌照 好,大家記得CLS我們ZChallenger的YouTube頻道 以及Facebook和IG 另外我們現在有一個新的Discord 希望大家可以進來一起玩GT 因為我們接下來會搞一些GT7的活動 甚至乎是比賽 希望到時見到大家 好,拜拜 拜拜